国庆中秋双节假期,老婆做了一个旅游计划,准备找个既能书和筋骨,又能欣赏美景的地方待上两天。 于是,就有了这次一家三口的古北水镇之旅。 上登司马台长城,下赏水镇美景,这个小长假来这里放松,老婆确实选对了地方。 下丘之交是北京最舒适的季节,此时登司马台长城顺着小路蜿蜒而上,微风阵阵,走走停停,无憾也不累。 眼前的鸳鸯湖水库大坝气势雄伟,以水库为界将司马台长城分为东西两段,彼此相望颇为壮观。 我们脚下的这段长城,是明洪武初年在北齐长城的基础上修建的。 万历年间,又经济县总兵、契济光等官兵进行了重点修整。 横卧阉山山脉,山势陡峭,地势险峻,功成浩凡,一手难攻。 在这片长城修缮时,旅游区采用修旧如旧的方式,近最大限度保留了明代古城墙的样式。 直至今日,这里依然是我国唯一保留明代原貌的古建筑遗址,被英国《泰晤士报》评为全球不容错过的二十五处风景之首。 司马台长城,以陡峭险峻著称,有些台阶用肉眼所见,甚至给人一种直上直下的感觉。 这里,你既能触摸到人们所常见的女墙,也可以看到适应悬崖峭壁而建的单边墙。 当然,还有一段,墙甚至都早已没有。 阵阵裂峰袭来,你都站不稳,似乎要掉下去一样。 爬着爬着,鸳鸯湖竟也成了脚下一弯珍珠一样的池水, 映衬着这片群山之中最伟大的防御体系。 两个多小时后,我们来到山脚下,此时运动料早已足够, 接下来就是全身心沉浸在湖北水镇的美景里,悠然陶醉了。 在这里,玩玩头壶,喝杯咖啡,花几十块钱租一小时的古装拍照, 都是满享受的事情。 大家来看看效果如何。 同时,我们再来看看效果如何。 多年,我们一起来看看效果如何。 美美地拍完照 当然还有美食了 傍晚的古北水镇 人山人海 摩肩接踵 游客纷纷涌向广场 一堵无人机的表演 游客纷纷楼 游客纷楼 游客纷纷楼 游客纷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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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游客人 游客纷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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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游客人 游客纷楼 游客纷楼